哈囉 YouDealers 我是客座主廚阿文 今天要帶來的料理是 香辣巧克力雞胸配巧克力 sauce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配合很奇怪 蠻莫名其妙的 然後應該下面又有人要貼Gordon的圖 然後說我的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真的告訴大家非常好吃 首先我們先醃製一下雞胸肉 紅椒粉 不要撒在皮面 撒在肉面 因為皮面我們等一下煎的時候 比較容易燒焦 凱燕辣椒粉 剛剛那個紅椒粉是甜的 這個辣椒粉是辣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 孜然洋蔥粉 一點點芥花油 搓揉一下 然後鍋子稍微預熱 溫溫的下去就好了 一開始如果太大火的話 那個香料很容易被煎焦 所以就小火下去就可以了 油的聲音出來之後 可以放一些香料 百里香 辣椒 蒜頭 一樣放旁邊 皮面已經煎到就是有點上色 焦脆之後翻面 然後把Butter放下去 這個豆腐熱了 出現了出現了 你說淋油是不是 淋油的用意 一方面是受熱變得均勻 二方面是希望奶油可以把其他香料的風味帶出來 今天你有小刀嗎 我們會吃一下肉 然後測試一下中心的溫度 是不是夠熟 下巴它是對溫度的感覺比較敏感的地方 然後你覺得有點燙那就要拿起來 現在用鍋底剩下的風味油 然後來做一些配菜 先把洋蔥 薑 辣椒放進去 然後把它炒香 然後再來放蘑菇 然後現在蘑菇已經炒上色了 這時候加一點雞高湯 巴薩米克醋 我們加一點糖 南部鄉親都會吃的稍微比較甜 這個醋因為蠻酸的 所以我的糖都會下來比較腫 對應等一下的巧克力 所以吃起來也會比較剛好 今天選用的是就是90%的 那90%的巧克力 它其實吃起來就是 本身就比較偏苦啊 下鹽 胡椒 接下來要煮醬子 巧克力醬汁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鍋子稍微微熱 放那個香料進去 今天用的是一點八角跟肉桂棒 味道現在出來之後呢 就放一些烈酒 然後讓它稍微點個火 確定把酒精都燒完之後 你等一下的醬汁還不會帶酒味 那如果你是酒精成癮的人 讓你不要燒光也沒關係 酒精燒完之後 我們就下一點雞高湯 然後讓它reduce 最後收到我們需要的程度之後 我們再來放巧克力就可以了 然後就慢慢搖 盡量是用%數比較高的 除非你也是南部相親 你喜歡吃甜的話 當然放一點也沒關係 巧克力下去之後 它其實稠度就出來了 然後就可以停火了 最後加一點鹽巴跟糖來調味 最後放一小塊奶油 這個煮過的蒜頭 也可以用放一點香菜 就完成我們今天的香辣巧克力雞胸 我們歡迎克里斯丁出場 幫我們試吃一下 我最喜歡試吃東西了 然後這塊很漂亮的 好有層次感耶 我覺得酸甜苦辣鹹都在裡面 對全部都有 就是你一吃到你會覺得 你會嚇一下就說 這個味道是我似乎吃過 又從來沒有吃過的味道 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料理 就希望它是一個非常爆炸性 家裡一般不會出現的口味 如果各位喜歡 那你一定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然後如果想要看食博的話 就在下面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好我是克里斯丁 我是阿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哇 我再吃一口